这是最具相吐气息的悬疑大剧 然而其背后竟是一个轰动全国的真实案例 故事发生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村里的摩迪师傅猫哥被人杀害 猫哥的老婆在派出所反映说 村民宋老二前几天刚和猫哥打了一架 而且还说要找人砍死猫哥 这让宋老二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他适合猫哥吵不架 可根本就没有杀他 但这些话他自己相信没用 要警察相信才行 经过12个小时的审问后 因为证据不足 宋老二被释放回家 不过真凶一天没找到 村里人便一天认为他是凶手 警员提醒宋老二 他还是本案的嫌疑人 除非他能找出嫌疑更大的 有点开窍的宋老二开始寻找线索 一次聊天中 公友提醒他猫哥死了 同时猫哥的摩托车也失踪了 那肯定是杀人犯弄走的呀 找到摩托车不就找到了杀人犯吗 这下算是让宋老二彻底开窍了 他回忆了一下 这辆摩托车他刚好修过呀 两个后视镜一圆一方 前后轮胎的花纹也不一样 于是宋老二顺着皮革遇害的小路 开始寻找轮胎印 果然在一个黄毛小子家中 找到了这辆摩托车 宋老二赶紧追上去 黄毛见他来者不善 拿着就跑 边跑边求救 村民们听到黄毛的呼声 还以为宋老二是前两天的人犯子 直接把他绑在了树上 等警察到来一看 是刚出来的宋老二 这才解开误会 把他给放了 此时黄毛趁乱早就溜之大吉 气不过的宋老二去黄毛家里 把猪给绑 他要把猪卖的钱 拿给猫哥家里作为赔偿 把猪卖给收购站以后 就在往回走的时候 宋老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好像有人在跟踪他 可以回头又没有人 真邪门了 刚出巷子 背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头一看 是以前和他一起喝过酒的工友 他给宋老二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 黄毛在县城里有个女友 宋老二便连忙找到了黄毛女友 跟他说黄毛杀了个人 还抢走了一辆摩托车 让他最好把黄毛交出来 否则后果很严重 没想到黄毛女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愣是一点黄毛的踪迹都没有交代 宋老二只能回去另想办法 可就在他从楼下经过时 一个大石墩突然从楼上掉落 直直的向他扎去 他到底死没死 我们后面再说 现在先来讲讲黄毛的事 要说这黄毛也真是冤枉 猫哥根本不是他傻的 那辆摩托车是他在一个路边捡的 看见没人就起了贼心 骑上车就跑 因为下雨 他骑车来到宋老二的修车棚走雨 谁知被他发现了猫哥的车 还一路追着找上门来 眼见对方气势汹汹 黄毛吓坏了 他经常想扣小摸 得罪的人也不少 见此情况 他当然只能拔嘴就跑 知道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 黄毛便来县城找女朋友 因为走得太急 路上还撞到个人 不过他并没有道歉 反而气势汹汹的将那人骂了一顿 出晚气 黄毛找到女朋友借钱 谎称自己和家里吵架 要先去外地 女友把他送到车站 想问他点事 可是欲言又止 可他上车不久 就又接到了女朋友的电话 电话中女友说 有个叫宋老二的来找过他 说他的摩托车是偷来的 并且杀了人 黄毛这才意识到 自己牵扯上的不是盗窃案 而是杀人案 这下不能走了 这要走了 这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他赶紧下车 回去找宋老二说个清楚 两人见面后 黄毛把摩托车的经理一讲 宋老二半信半疑 此时黄毛拿出了更有力的证据 他说摩托车上 还有一件西服 被他藏了起来 现在就带宋老二去找 拿到西服以后 从口袋里翻出了几样东西 有一个夜总会钥匙 还有一张存折 里面有五万块钱 而会前日期 正是猫哥被杀的前一天 宋老二反应过来了 这是买凶杀人啊 但谁会吃饱了撑的 去买凶杀一个跑摩滴子呢 宋老二想不通 直到他翻出口袋里的另一样东西 是他的照片 难道凶手要杀的人 其实不是猫哥 而是他自己 男子自称五星杀手 结果却杀错了人 雇主让他去杀修车铺的宋老二 结果当天宋老二碰巧不在 只有独自修车的猫哥 杀手以为那就是目标人物 于是将他骗到荒郊烟里 准备在此下手 动手之前 还给对方讲了一个 大砍刀与黑色袜的故事 我跟我哥们也抢过一军尖 俺俩 黑色袜 猫哥傻眼了 转头要跑的时候 杀手从后面直接给了他一刀 捅完以后还拍了几张照片 处理现场的时候 杀手听到路边有人唱歌 赶紧躲藏起来 原来是个黄猫小子 他看到路边有辆摩托车 又看不到其他人 就顺手牵羊把摩托车骑走了 杀手上一秒还在未找到TZ羊 而暗自高兴 下一秒便立马反应过来 自己的心服竟落在了摩托车上 但此时黄猫已经齐手远去 杀手顾不得许多 赶紧回去拎手 顺利领取奖金后 又觉得事情没做干净 在街上凝偷了一辆摩托车 前往杀人地点附近的村寨 寻找黄猫的下落 无奈无功而返 杀手怕警察抓到他 想到叶总会接自己女友一起跑路 没想到下单的大佬已在死攻后 从大佬的代理人贵哥嘴里得知 他杀死的是个摩托司机叫猫子 而本该杀死的宋老二却安然无恙 情急之下 杀手说了句硬气的话 意思就是再要三天时间 他买一宋二 不在乎多杀一个 接着杀手展开行动 一路机智地各种跟着宋老二 这也就是前面宋老二 为什么感觉自己被跟着的原因 结果半路 却被贵哥的电话打乱了计划 原来贵哥接到了西湖丢失的消息 认为这次肯定完蛋了 但凶手虚有成竹地说道 不要怕老子满意宋三 连黄毛一起做掉 随后杀手找到黄毛女友的住处 想通过黄毛女友拿回自己的西服 可没想到刚好撞见宋老二来打探情况 杀手一看天赐良机啊 索性等两人都下楼以后 从楼顶搬起块石吨 砸向楼下的宋老二 奈何水平太菜 宋老二平安无事 过程中还意外和黄毛撞脸了 结果被臭骂了 杀手心里这个火啊 但冷静下来一想 比起杀死宋老二 还是先让自己摆脱嫌疑更重要 所以他决定先拿回在黄毛那里的西服 一路跟踪到镇子上 刚要吃口面条 发现黄毛坐车要去外地 杀手立即跟他坐上了同一般直达的客车 可能何必的大姐睡相太具有传染力 杀手也跟着睡着了 可醒来后发现黄毛不见了 司机说黄毛回家奔丧了 气急败坏的杀手过去 赏了大姐两巴掌 杀手又回到这个面馆 刚要吃口面条 黄毛又出现了 这次不管3721 拿起砂锅砸在了黄毛头上 接着他把黄毛带到了码头 对黄毛进行严刑逼供 要问出西服的下落 没想到五星杀手 竟然被绑着手的黄毛找到机会撂倒了 最后黄毛游泳逃跑了 镜头一转 宋老二拿着照片找到村长贵哥 原来贵哥的幕后老板 来到了这座小县城开发码块 然而宋老二老婆和父母的坟 占了开矿的位置 他又不同意签坟 影响了开矿的利益 所以村长和矿主雇用了一个五星杀手去解决宋老二 只不过他们找的蠢蛋杀手把猫哥给弄死了 杀手作案的时候 摩托车被黄毛偷走了 杀手没有弄死宋老二 又丢了西服 所以又发生了之后的事情 这时贵哥解释道 此话一出 宋老二似乎有所动用 然而五星杀手的一番骚操作 让冲突再次爆发 宋老二一听 自己的儿子被绑架了 拿起猎枪把村长也给绑了 回到修车店 他和拿着小匕首的杀手先是对击一波 但是明显小匕首不是对手 所以杀手放了他的儿子 宋老二也放了村长 带着儿子赶紧抬溜 杀手灰溜溜的回到家中 却被早已布置好的民警包围 杀手知道自己难逃法往 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最后的总结